你是大城市啊 你比李冰冰的那城市比张大口大多了 所以我们来了以后就傻眼了嘛 你还记得你刚来北京第一次吗 我来北京 我想的时候当然也老来 但是我来了北京 我真正来了北京以后我就傻眼了 我觉得所有街上的人 七星春人都很厉害 傻 傻 傻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在这个城市里那么微不足道 我想让这个城市大声地喊出我的名字 然后后来你知道吗 就是饶雪曼拍那个《大约在冬季》 然后马思纯演的那个角色 因为马思纯的妈妈就说 说你创业过你给他们加点戏台词 我就把我这句话加在马思纯身上了 他跟霍建华就是演两口 演那个谈恋爱 然后霍建华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非要留在北京不去台北 然后马思纯就是在石炸海拍的 对着石炸喊的说 我要让这个城市大声地喊出我的名字 那天我的两行热泪 其实你喊这句话的时候 也是很虚的 但是你喊了就喊了 喊了它就变成真的了 你要为之努力啊 我觉得这个节目特别好 这个节目最大的好处是治愈我自己 来吧 来来 确实挺治愈的 好多人完全成全的那种感动 是报完一下就马上就恢复了 你想我们是从二十七八就认识 嗯 然后到现在快到五十了 然后全问我说 你你女儿多大 我说十九 嗯 嗯 但是我会觉得 就是你 你的那个东西就是 我其实今天还忘了跟你说一个话题 就是我一直觉得没有停止的寻找自我 我特别爱自己 嗯 不是做美容啊 我老跟自己对话 嗯 李静你快乐吗 嗯 这一切是你要的吗 嗯 特别好 就我他们 然后我周围朋友说 说你特别爱自己 你每天老问自己 嗯 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因为我必须要确定 我今天做的这一切 嗯 是我想做的吗 是的 还是被别人一说 你比如说你刚才说 上课 我回去会问自己 嗯 我到底需要学习吗 我问完自己 我就会努力学习 嗯嗯嗯 你看我健身 嗯 学英语 嗯 学英语是因为将来想 去全世界玩 我英语太差了 然后那个 我还想把这个节目做好 嗯 听你这么说 我那个 那个先做个三年吧 嗯 所以今天 你的那个感动啊 让我看到了什么呢 我说 这么老的 这么有经验 我讲的老 这么老 不是 不是那个老 资深资深资深 这么资深的一个主持人 还被就这么一下拥抱 被感动成这样 被打动了 被感动成这样 其实我挺感动的 这件事情 懂我说 要换个别人 我还能理解 对 因为我就是在做人的事 对 什么没见过 什么人没见过 对不对 各种人都见过 今天就这么一件事情 还让他 这么的去感动 这么的去 能去 一下就能去 那么短的世界 其实这就是我看到你 最美的地方 这就是这种 拥抱的力量 真的 我说实话 那一刻我就觉得 静姐是 又美了 就咱俩在聊天 我都我不知道 我都不觉得有镜头 我就觉得 其实人的美不是看似那种 我们其实所谓的就是我今天穿一个美丽的裙子 那个东西看十分钟也就不美了 但是我们认识二十多年 我又看到了 我说这个人怎么就那么点事情感动 但是那一刻给我感觉你是真的是豪美 真情实感 对 但是有的时候那个不是你演的呀 对 就那一刻感动 就说你说采访那三个学生的时候 你会的那种 我觉得人就是追求那种最简单的朴素的东西 可能你会有记忆的 我觉得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城市 它就是给你梦 其实你看这些大城市 当时创业还没有 为什么没有叫海漂都叫北漂 它就是中国第一个有梦的城市 像我是张家口人 小城市的人 你是哪的人来着 我是七七号 我一进来就看到了那个金手指 董承鹏 那是谁给你的呀 这是两个东西 这个导演椅是那会儿电影局 送我们几个导演去美国去进修 然后最后拿回来的纪念品 这个呢是梁朝伟先生 签字的金手指的祖福 那个这个金手指和年会不能停 我们是同一个档期上映的电影 然后两个片方就做了一个联动 那一天是我跟白克去见梁先生 梁先生就把他们的金手指祖福签名给我们 但是尴尬就在于因为是个联动 所以我们也得给他签名 那个我跟白克就在那就羞愧的不行 说我们有什么资格给梁先生要签名 但没有办法 因为是就是他活动之上策划的 所以我们就写了一个年会不能停的祖福 写上我们的名字送给他 但是梁先生的这个祖福 他他一直激励着我 是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 就是我一进门我能看到他 你真梦想成真了 因为他就是电影本人 对 而且金像长这次梁朝伟先生也提名了 对对 是因为金手指这部电影 我那会二十几岁的时候上班 然后呢会遇到一些有经验的长辈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也别着急 虽然现在看上去是这样 但三十岁的时候就都好了 你想要的一切生活上的保障也都会有的 结果我到三十岁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什么改变 我还记得过三十岁的生日在想 这不是已经到三十了吗 可是前面是什么样还是看不清楚 我印象特别清楚 就是很难嘛 然后就你家的楼很高 就有很多闪灯光 然后我在想 为什么没有一闪灯光是属于我的 你看那些窗 其实每一扇窗代表了一个家庭 那个家庭都会有自己的故事 当时我心里面在想 什么时候我能在这有一扇自己的窗 我也想过 对 其实那时候真的挺艰难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你三十几岁被认可的 就是被更多的人知道的 屌丝男士是三十岁那一年创作的 就是播出的 整三十岁那一年 2012年 然后第一个电影是三十三岁播出的 其实已经是很年轻了 就是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讲 但是你对于一个二十多岁就来这个城市 这个过程其实蛮长的 但是从我自己角度来讲 还总觉得自己像一个小孩 然后面对下一部电影 依然好像感觉像第一部电影一样 就是搞不懂他怎么搞 确实有的时候是看不清前面那路的 只能看脚下 不要太看得太远了 我有一个外号 我叫李八祖 是因为我每天干八个组 然后可能才会有了后来的超级访问 所以我会觉得年轻人 首先要留在一个 可能给你更多机会的地方 然后去拼命的多尝试 你不知道在哪就发生了 那个化学反应跟转折 然后你的机会就有了 我还是相信梦想会实现的 因为现在比我们那时候 更多的选择 你看这种互联网 短视频 直播平台 就会让你瞬间去认识到一个 你从来可能像我们以前 不认识的陌生人 然后就被更多的人接受 我觉得当然竞争是更激烈的 但是这种机会也更多了 我想知道你看到 就是你来到公司以后的大鹏 跟你原来当粉丝时候 看到大鹏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还挺不一样的 因为原来 我觉得大鹏导演 可能是那种特别的 可能之前看那个屌丝男 是那个形象有点固化了 但是来了之后发现 就是大鹏导演 无论是对工作 还是对我们 都是非常很认真 很客气 客气 就是那种很好的那种 就是你见到过他 比如说有情绪很冲动的时候吗 在工作当中没有 克制的非常好 就你生活中 就比如说在这样的状态中 你遇到事 你不会很急躁 也不会很 上次有一个问题问我 就是快问快答 说你最近一次生气什么时候 我真的就蒙了 我是想不起来 我生什么气 是吗 他是这样 是确实是 对 我觉得彭哥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 就是你感觉有他在你身边 你觉得什么事不用着急 不用愁 你感到稳定吗 对 温度不太高 一直都在这 所以也没有那么沸腾 但是会有很安心的感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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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